大家好,我是文睿 刚刚看到的消息,胡春华又出来了 我看到国内媒体报道 这个题目是胡春华副主席在广西开会 事关农业农村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拜会 就去了广西 然后当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来见面了 这么一个情况 具体简单讲 就是11月7号到8号 然后胡春华到广西去 然后参加了一个会议 然后整体上 你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胡春华最近的行动 特别的密集 今天我还大致整理了一下 给大家简单梳理 大家看一看他现身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9月9号到13号 当时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胡春华到内蒙去 也是受到了很高规格的对待 然后到10月8号那天 胡春华写了一个文章 发了一个文章 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 就不断的刷存在感 不断的出来 就是有一些动作 然后到了10月14号到17号 然后胡春华到哪 到了湖南 到湖南去了 然后在湖南进行调研 他都是带着团过去的 然后也是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 这是10月14号到17号 然后10月31号 就是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会召开 三农的一个什么什么会议 反正胡春华又出席了 你就这些事 其实很显得不到 但是这个事总是出来 总出来 胡春华总是现身 然后到了最近这两天 10月7号到8号 他又去广西 是吧 总是不断的有他的声音出来 然后他出来密集出现的时间点 和谁比较类似 和张又霞比较类似 张又霞也是大概在 把月末当时和沙利文见面 然后后面又不断的这样的事 那样的事 这样的现身 那样的就是表态 然后又是出国 对吧 他们两个出来的节奏频率 我看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们两个大规模的 就是说密集现身的情况 正好也发生在二届三中全会 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 胡春华是从9月份开始 就是不断的 你看那些事情 他确实是不大 但是他现身的本身 不断密集出现的本事 他就是在释放某种信号 大家觉得 当然有人 我不管怎么说 他总觉得你都都是小弟大作 反正你这说的都是 这个天空就是雨 但我并不是这么觉得 就这个事情 真的重视起来 他是对习近平权力的 一种巨大的挑战 虽然胡春华 他在出来的时候 他也在讲什么 要坚持什么 什么习近平的领导 什么两个维护 他也说 但那只是一种形式 就是这胡春华现身 皮革外现身 本身这个事情 他就不正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习近平 他最不希望 这个密集现身的人 就是胡春华 你想想 你要是作为一个皇帝 你怎么希望 以前的这个非太子 不断的现身呢 对不对 不断的去挑战你 对吧 就不断的唤醒 大家的这种回忆 就是说如果习近平 你要遵守规计下去 现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胡春华的 对不对 你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人 坐在习近平眼前 晃 你说习近平 他能受得了吗 是不是 就是这么一个 整个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什么呢 团派和习近平 那是真劲对卖忙了 对不对 那在二十大门幕上 当时胡锦涛 就被在全球 这个媒体的注视价 就这样给他拉出去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事情 哎呀 反正是胡春华 可能不一定敢对习近平 做什么 但是习近平 得防着这个团派 是不是 你们这帮人 对吧 如果真的得势了 会怎么对待我 包括李克强 也走得不明不白的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习近平想做的 就是把你们这些团派的人 完全让你们 没有任何存在感 对吧 胡春华 对吧 从变成了这个专委 那么从政政局委员 直接差不多 就退休回家得了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可能总是出现 让他不断出来现身 刷存在感的情况 再有一点 现在就是什么 整个体制内 包括军内 对于习近平 也是相当相当的反感 大家都希望 有人来取代他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 我这么说 大家也能够接受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人物是谁 大家都在找 以前把希望寄托于李克强 李克强不在了 那下面是谁 很多人都会把这个想法 寄托在胡春华 神人 他就会形成一种 某种聚集 人员的密集 军队当中可能是寄希望于战友侠 那么党内可能就寄希望于胡春华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 你不论怎么看 习近平最希望做的 最希望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声音 没有任何声音 老老实实的 就是在做几年 就下去就完事了 就跟谁是 就跟这个 突然想不起来了 叫李源潮 对这个人一样 是叫李源潮 我对我现在就是直接不过吗 直接录 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 对 就直接让你没有任何存在感了 就让你回家了 就完事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胡春华呢 现在不仅没有沉静下来 反而呢 不断的高调现身 到各个地方去 帅团考察 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原因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现在习近平权力不稳 各种各样的势力 都在想办法 开始挑战这个习近平 当然 张悟侠 他的这个体现 是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 那么其次 我觉得就是这个 胡春华表现的 就是异常的这个活跃 然后今天呢 我也提到了 这个李强的一些表现 包括 当然这个 我觉得很多人 可能还是不认同 但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不对 你说除夕以2024年 对吧 去年刚刚说这个除夕不放假 对不对 当时引起了大量的这种猜测 都觉得是习近平 不希望他放假 不希望大家想起这个除夕这个事 结果呢 今年 李克强掌管的国务院 又同意放假了 对不对 你就是不断的接习近平的伤疤吗 对吧 让大家去想起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呢 对不对 李强为什么有这个胆量 媒体为什么敢这样大规模的报道 那你让人想到的 就是习近平 现在权力不行了 对不对 如果习近平权力如锐中天 对吧 他想这个收拾谁 就收拾谁 那你说你何必呢 对不对 做这种事情 对吧 这个事情 按照李强的 他们那个角度强的 像文睿这帮人在国外 都说了这么多了 对不对 我干脆 我就不放 我也不提这个事了 那谁 大家想不起来 对不对 你何必在这个时候 这么敏感的时间点 你去得罪习近平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 大家都得去考虑考虑 包括蔡奇的这个事情 两次 这个就是说没有现实 现在这习近平 今天应该今天出国了 蔡奇又跟着走了 蔡奇又跟着走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当上次习近平去俄罗斯的时候 蔡奇跟着去了 然后国内不是出了很多事吗 就张又霞 对不对 一方面搞军演 另一方面又出国这个事情 那这一次蔡奇也走了 那么在北京就没有人坐镇了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 张又霞也好 胡春花也好 等等很多人 会出现什么样的这种变化呢 咱们得这个慢慢一起来看一看 真的是要这个拭目以待 总之呢 我觉得现在有一点是非常明确了 就是说习近平他的这个权力真的不稳 真的不稳 真的有人在挑战他 那么我们需要猜测就是什么 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比如说习近平以前的权力是控制百分之百 完全他能控制住局面 那么现在有人挑战他的话呢 他是能控制住百分之七十 还是百分之五十 各一半 还是他现在只能控制住百分之三十 只能控制宣传口 还是怎么回事呢 对不对 甚至他可能权力都已经被拿走了 只不过他现在配合他的反对势力在表演 因为这些人也希望整个体制稳定 突然要如果让习近平大规模的下去 整个体制也会震动了 外界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所以说他是在配合 已经把他拿下的反对势力在进行表演 这个都我们都不太了解 我们只能是慢慢一点点来看 但是核心问题就是什么呢 一定有什么事 习近平的权力肯定不像以前那么稳 还是那句话 你从张又霞 李强 胡春华 蔡奇 这四个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再说的稍微深一点 就是像王小红的表现 包括陈敏尔这些人 他们的状况 对吧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苗华的消息出来了 总之就是山雨欲来 风满了我体制内部 特别的混乱 它都是由中国的经济 外部的环境 对吧 国际社会的压力 中国国内的突发事件 今天大家看到了珠海的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社会再这么拖下去全完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各个方面都在等待变化 习近平还老想拖着不变 这种矛盾 它总是会要爆发的 整体的这一集就简单聊这么多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